好 棒球经典赛 要请球迷一起替中华队来加油了 接下来今天下午的五点半 中华队要出战荷兰 现在昨天对上以色列 中华队惨败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想要力拼 进行八强的话 这场比赛今天一定要赢 而台湾队今天派出的先发投手是宋扎豪 他是旅日投手 境况如何呢 其实日前他在官办的热身赛只用了20颗球 标出了最快 球速145公里 他被敲出两支安打 但是没有失分 他说自己每一场都在准备 相信自己绝对没问题 至于在荷兰队的部分 要带你来看到先发投手是 如果有再看中华职棒 应该认得他 他是去年造立统医师的洋投吉尔 而中华队的中心打线 包括像是林毅全 胡新龙 林哲轩等人 大家都曾经和他对战过 也有不错的成绩 那么今天 球评也提醒了 所有球员 大家最重要的是要忘记昨天的输球 今天打线要尽量发挥 2015年12月 风光加谋日职东北乐天精英队 旅日投手宋家豪 8号傍晚将先发出战荷兰队 去年一整年 宋家豪都在乐天精英的二军打拼 球速都能够飙到150公里 相当不错 从国际赛的成绩来看 2015年参加世大运先发组投5.2局 送出5K没有10分 同年的12强赛对古巴先发6.1局只失了1分 但是傍晚对上荷兰队 球评提醒真的不能大意 荷兰大联盟球员都是妖魔鬼怪 他们那些在大联盟征战多年的都不怕快速球 宋家豪他的几个球种 他一定要有个 他输手之外他的一个变速球也好 或滑球这种是纵向的 这种让他产生那个视觉的落差 接替宋家豪的中继后援以潘威伦最为关键 2004年奥运先发抗和一战成名 6局只失1分 2013年的经典赛 预赛对上荷兰终继了4.2局 止住10分 2015年12强赛 潘威伦接替陈冠宇的投球 3.1局没有10分 3场的国际赛 共投了14局只失1分 虽然荷兰队派出前统医师队的羊头 吉尔先发 不少中华队的打者 对他不算陌生 共加豪如果万里有几个状况出现 这个当然马上要上来 不是只有吉尔而养 吉尔是一个先发投手 他们还有终继后援 是我们陌生的投手 被夯个吉尔安打 不要怀疑 荷兰队一定马上要换 邱平也点出投手群要全力 请查而出一有状况就马上换头 因为抗和之战中华队已经没有输求空间 只能够力拼荷兰全力抢身 记得台北一线报道